我们家的条件和我们家的条件非常非常的不颁配 所以我就不同意 我一直反对他们俩的来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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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间条件差距太大了 我不肯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都很好啊 你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吗 你身上戴着肯定是不爱你身上不爱你身上上下你身上穿的都明拍一幅我全身上一套下也就几十块我可以跟你一样穿几十块钱的衣服啊我可以跟你一起几公斤 要去上班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珊珊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过去是就让她过去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拿着去 这种卫生纸的传递 是个漠然的行为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今天来干什么 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想背着 一个二十万的黑锅 说吧 当时珊珊出餐 还没有几天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 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 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不然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二十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的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了那二十万 没有 我一毛钱都没拿过 先掌声鼓励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关键 好哥们 好爷们 第二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吧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吗 我确实交了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 我不相信你有女朋友 林川 我不相信 你肯定是怕我妈妈再阻止我们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她肯定会同意了 她不会再阻止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你妈妈说 在第二现场有话要说 而且特别激动 告诉我们颠导 来我们看看你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来 我妈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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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把年纪我们非常尊重您是个长辈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儿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 不跟您争执 但并不代表您可以为所欲为 我现在只让山山禅离开的就好了 他既然有了女人了 我们山山离开的可以吗 我告诉您大姐 之所以跟女儿畜生这样 有一点 永远没有学会尊重人 不尊重林川 拿钱去羞辱她 更不尊重你的女儿 让她不能够自由地选择生活 所以您还是先下去 您让您的女儿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您尊重一下她 可不可以 她已经成年了吧 好吧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大家